大家好,现在为你带来的是Vivo X1的真机 这款真机的主要卖点是它具备Hi-Fi音效 以及它配备了一个专属的MX71IE的白牙动力专属耳机 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绩 Vivo X1是我们期待已久的 但是它的配置上面它采用的是双核1.2G核子处理器 以及系统是4.1版本 屏幕方面它采用的是小强度只有0.5毫米小玻璃 造工艺的4.7英寸QA7屏幕 然后内置是Serilock公司寄进的专业音频解码方案 在储存方面IM是EGB ROM是16G 然后摄像头方面在前置摄像头是130万像素 然后在后置摄像头是800万像素带有闪光灯 然后旁边看到的小点或许是精灵式技术 也就是无线充电 在背部的材质采用上 霍凯是采用的是 应该是石墨材质 然后在顶部的两端是采用的是塑料壳 然后下方有个养生器 整部手机的厚度只有6.55毫米 也就是说这部手机做到极致的轻薄 而且摄像头是没有突兀的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来换新一下整机界面 Vivo X1它主打的另外一个就是Fontouch UI Fontouch其实是一个智能UI 咱们接着看来Fontouch 它其实是一个像智能场景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天气 浏览器 以及人物 时钟 还有图库等等 影音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图库 下面没有图片 因为我们拿到全新机 人物 联系人 然后在游戏 天气方面 浏览器等等 也就是说在智能UI的体验上 它改变了以往那种 全比较经典的那种出品以外 这是经典的方式 在它系统的拓展方面 其实Vivo在应用会之类等等 各类的会方面也就是说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源 包括什么主题等等 各大一类都能以运气承的提供 也就是说它在N9010上稍微进行了一个深度修改 也可以让网友更加合适的视频 然后我们现在来开始体验一下它整个的Hifi音质 因为时间的局限 对于摄像头拍照方面 各类感受我们太平洋分人院会在后续报道提出 谁又想中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听到的就是Vivo X1自己骄傲的Hi-Fi音效 对于Hi-Fi音效上我们有过专业的一个了解 从耳机方面开始入手 耳机是优雅动力装属定制耳机 这款型号其实在原先是叫做GIE GIE在国际包括各类的Hi-Fi音的推荐上是属于五星级别的 而它的同类就是说GIE是没有话筒的 当然它Vivo是全新定制的 是有带话筒的 当然质量是绝对不会有折扣的 关于败亚动力的历史呢 可以简单的说它有88年的历史 以及整个产品设计的方案 包括各类的一种推崇 一种创新的意思 都是在国际上 耳机行业都是属于顶新的品牌 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Hi-Fi芯片 从核心硬件方案上 X1使用的是美国Cherry Rock公司的顶级DAC 两种的新品设计方案是叫CS4398加一个CS822 一般像这种组合呢 是应用在一些顶级的产品机上 或者说难关播放机上 现在切换到Vivo X1上 确实是属于在Vivo系列上 或者说手机行业中属于一个大手臂 在性能上也就是说这部手机 我说的是音乐 在性能上它是属于绝对的极致 但实际的产品体验到底如何 我们太平洋分人院会对整机 做一个进一步的了解 欢迎你 期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